景象未来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都市生活会 我是赵月 说沈阳市的一些老旧小区啊 开始改造 让老楼旧冒换新颜 生活环境呢也得到了改善 不过老旧小区的数量较多 问题呢也需逐一的解决 一些暂时没能纳入改造计划的小区 随着年头越来越久 也确实存在问题需要解决 这不前不久吗 沈阳的许女士给咱们的节目组打来电话 说她居住的这栋楼啊 最近的问题有点多 许女士家住在沈阳市黄河南大街72号楼 据了解这个楼是1978年 黄河区教育局组织兴建的 至今已经44年的房龄了 由于年头有点久了 这老楼的问题也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在墙体的楼体的表面 都已经是脱落水泥 然后露出红砖露的钢筋 然后那墙体有很深的裂痕 大家看到这个门 你这门都无法站立了 都拿大石头 一年四季长年地拿大石头顶着 然后大家看那个窗户都已经都几乎都没有了 木子的窗户都已经破损了 然后我们再看那个是房顶 房顶是风险很大的 经常是从楼顶上往下刮水泥 瀝青垫子 然后刮那些小砖头什么的 在现场记者也确实看到了墙体脱落后露出的钢筋 裸露的红砖 裂缝的阳台 走廊缺湿的玻璃 还有倾斜的单元门 这里的居民表示 现在春暖花开了还好一些 冬天的时候实在难熬 现在的天气不冷还可以 老百姓都对付过去 但是到冬天的时候 最冷的时候 走廊温度10度 我们的室内温度10三度 我们上个厕所 可以这么说 拖鞋都在走廊 因为我们这是插间房 大家知道什么是插间房 是两家一个走廊 两家一个厕所 就这样的生存条件 那么我们上厕所的时候 要换鞋 那拖鞋就在走廊 脚底冰凉的 上完厕所脚底也是冰凉的 对我们的生活严重影响 都没法 都不愿意下床 这个楼里住的 多数都是老年人 由于老楼年久失修 保温差 冬天的温度真是受不了 居民们表示 人家的房子都是冬暖夏凉 他们这栋楼 却是冬天冷 夏天潮 这个冬天冷的问题 我们家更是深受其害 因为我家住的是一楼把山 冬天的时候就13度左右 顶多的时候14-15度 夏天的时候潮 潮到什么程度 那走廊都往上冒水 你这天都还差点 一到福天的时候 走廊一摸都是水珠 那个 那个房山那个地方 那墙体啊 是咱家厚修的 要不修那都是黑色的 因为它潮啊 它往外反 那冬天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 这个外墙保温不好 里边呢有点热气 外边呢有点凉气 一冲在一起 那墙体都是黑的 玩意儿这个 那个楼上啊 就是厨房啊 比如说厕所 那上面都往下掉沙子 掉墙皮啊 没办法咱搁个板挡上 搁铁丝绑上 除了保温不好 温差带来的困扰 还有很多其他问题 以前住在顶楼的乔大爷说 自己家下水的主管线 直接脱落了 而且卧室房顶的防水 也没做好 大风一吹啊 就把房顶上的油栈子 全都揉起来了 以前我找啊 不知道找谁 他们别人上去了 把那录像都录下来 我一看我家房盖全走了 完了后来 不知道通过哪个渠道啊 可能找个人来修 找几个人来修 修完以后 第二只刮风 好像又给刮起来了 修的质量不算太好 通过居民 给记者提供的视频来看 屋顶的油栈子 有挺多没铺牢固 都被吹了起来 房檐边基本上 是没有油栈子的遮挡 有些年轻人跑到楼顶 拿两块砖头给压上了 能勉强维持一下 要是遇到大风天 小块的油栈子 很容易就被吹下楼去了 这是大风把房顶上 刚修好的房顶上的 历清垫子都刮起来的 它那历清垫子都堆积如山 这是刚修好一个星期的房顶 在4月29号修的 然后又刮起来的 我是不能住人 姑娘新买个房子 姑娘不在这儿 在上海 完了我们就搬那儿去了 就俩给他看房子 这个房子就暂时没住 也住不了人了 反正是 如今虽然乔大爷 现在不在这儿住了 但是他也时不时地 回来看一眼 每次回来家里都没什么好转 上回我回来一看 整个屋里都很不像样 漏的地下 棚点上都很不像样 尤其是卫生间 我这都排下来了 都漏铁了 那个卫生间那个管着 就是坐下来往下坐了 然后上边铁都漏的 屋里漏的很不像样 随后我们跟随乔大爷 一起来到他家里 一进屋就看到一地的灰 乔大爷说 这都是下雨 渗进来的 或泥了 干了就这样 卫生间的情况更严重 原来这里是水泥管的 然后漏 漏完了 我找个人换个塑料管的 现在这塑料管的 坐下来了 上边就漏天了 所以这一下雨漏得很厉害 就从楼顶掉下来了 被这管子属于 就是我也不懂 它是怎么回事 它是 说几点了 是不 有可能是 它就串下来了 原来俺的时候没串下来 不知道怎么就串下来了 顶楼的情况 却如乔大爷说的那样 下水管道下沉 上面直通房顶 都能看见外面的光线 这要是赶上下大雨 别的地方不说 这厕所就得像水帘洞一样啊 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居民也试图找到产权单位维修 可是黄谷区教育局表示 产权已经移交 我们这个居民呢 都去找黄谷区教育局 因为我们这个楼房的产权 是黄谷区教育局 这是在以前 那么是从2020年以后 我们黄谷区教育局 我们在投诉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们老百姓 说我们呢 2019年就遵循沈阳市的政策 把那个老旧小区的房产 都归功于 都归于黄谷区房产局 既然这栋老楼的产权 移交给了沈阳市黄谷区房产局 那就再找房产局维修呗 可是房产局那边 表现得好像并不清楚这件事 黄谷区房产局是这么说的 他说你们应该找黄谷区教育局 你们45年都没解决的问题 你们找我干什么 这是一种态度 这是黄谷区房产局 维修中心的态度 然后那黄谷区房产局 还有一次他给我来电话 他这么说的 这个不属于我查了一个男同志所的 我查了一些信息 你们黄谷区南大街72号楼 不属于我们的管理范畴 徐女士说 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们的这栋楼呢 目前不在老旧小区改造计划里 这现在春暖花开了还好一点 但是早晚还是会过到冬天的 居民也只是想温暖一点 保温墙先给解决了 然后把我们的门都没法关 窗户也是都已经没有了 玻璃都没有了 木子的窗户已经腐烂了 咱们记者在水阳市黄谷区黄河南大街72号楼走了一番 这栋楼零40余年的老楼问题确实挺多的 像墙体脱落 楼顶防水的油粘纸也掀了盖 老楼楼道的窗户没玻璃四处漏风 人家是冬暖夏凉 这里却是冬冷夏潮 居民们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照这个产权单位 黄谷区教育局说 移交给黄谷区房产局了 黄谷区房产局就说 没这回事 那产权到底该归谁 老楼的这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看驾抗 智洁节节 照国医甲重线医院 沈阳国医甲重线医院 携手都市频道 邀请京护甲重线专家 引进微波 消毒气数 打造甲重线康复 新技软 甲重线康复设限 62686666 都市会定制 蜜中之首 当季新鲜杨怀蜜 产自秦岭生谷千里槐花林 短暂花期 一年价一次 百朵杨怀花 成就一滴优质成熟好蜂� 滴滴原生 林天佳 色如虎阔 甘甜鲜洁 芳香适口 早晚一杯蜂蜜水 营养好牺牲 那条外氧全家小 惠民价每瓶500克 两瓶装仅需59块9 买5瓶加送1瓶 关注都市频道都市生活会 微信公众号 找到都市会 尽享豪诗会 继续来关注沈阳市黄谷区黄河南大街72号楼 那这栋有着40多年历史的老楼 由于年久失修 居民们于是去寻找产权单位 黄谷区教育局说 移交给黄谷区房产局了 那么黄谷区房产局能够给居民们 把这个老楼的这些问题都一一维修好吗 由于居民们实在无法确定产权单位 他们拨打了都市生活会的热线电话 我们的记者和居民们一起来到了社区 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这个楼原来叫教师公寓 因为以前是教育局的产权单位 然后从2020年的9月份下旬 就教育局已经把产权单位交给了房产局 然后之后就有房产局来负责这个楼的产权 通过社区书记的话不难听出 这个楼的产权单位现在是黄谷区房产局 社区书记还表示 居民反映的一系列问题 他们也都上报了 而且黄谷区房产局确实也来维修过了 房产局在上个月已经来修了一部分的雾面防水 但是修完以后有一次大风又给刮开了 然后房产局又来修了一次 然后在亿单元的五楼和六楼 它的卫生间的下水管已经更换 然后把一到四单元的门前的雨达 也已经进行了维修 这里属于老旧小区 老旧小区问题多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全面的 还得一步一步来 居民提出来的这个外墙保温 不在产权单位维修范围之内 只在小区改造的维修范围之内 但是这个现在是解决不了的 只能在政府纳入到该楼的小区改造范围之内的时候 我们才能做这个外墙保温 社区书记表示 虽然居民们迫切的心情能够理解 但是老楼能否改造 也并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现在能做的 只能是发现问题 上报等待维修 我们也呼吁就是 我们社区同时上报的时候 居民也给反省区打电话 我们双方两条腿走道 我们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我也呼吁就是 尽快把我辖区的黄河大街七大号这个楼 我们纳入到小区改造当中 然后让居民得到住得更温馨 然后那个保温还有防水 还有一些上水下水这些问题 都能得到解决 既然如此 居民们决定把问题汇总一下 统一向黄河区房产局上报 随后有居民拨通了 黄河区房产局维修部门的电话 黄河南大街72号 黄河南大街72号楼 164小老师叫 黄河南大街72不是我们管 黄河南大街72号楼 不是你们管吗 又是教育局 对呀 那是黄河区 我还是没往上等 黄河区房产局的产权单位 不是你们管吗 就是啊 你这职责呀 教育局 对 教育局 教育局的楼 它已经把产权转交给你们了 2020年8月就转交了 那要得听住吧 接线人员一开始表示 黄河南大街72号楼 不归他们管 后来听见许女士说得言之凿凿 无法反驳 又话锋一转 哪个屋啊 164小老师叫 这都修完了呀 没修啊 现在还露天呢 我们刚上去看完呢 黄河南大街72号 164都看了账完了吗 4月30号就给账完了 你4月30号你修的是房顶 但是探家厕所 主管道上方露天 有一个大洞 主管道上面露天不也是房顶吗 那就是房顶露天呢 那我们都有片子 刚刚是在楼上看完呢 你说现在还露天 下水还露雨 下水还露雨 油大洞啊 昨天露没有 昨天也露了 这正常都露了 随后接线人员询问了露雨的具体原因 在得知楼顶的油毡纸刮掉了后 表示这是自然原因 只能是随报随修 我们是违修 很坏的修 很坏的大修 你那个油毡纸刮掉了 但是不是我的问题 那这么点 不是你们的问题 是我们现在是164 房顶露个大洞 你们现在就算报修吧 就再通知你们 希望你们给违修 行 我给你等着了啊 就是我让他们去吧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72号楼 就是哪有问题报修呢 不能大修是不是 我们就是哪有问题 随后接线人员便挂断了电话 社区书记也表示 现在产权单位的职责 确实不能负责大面积维修 为了再次确认 许女士家的产权单位 许女士为记者提供了 维修中心领导的电话 她说之前都是这个人 给她进行的反馈 随后记者拨打了这个电话 我这边是那个 辽宁广播电视台的 就是有那个 黄河南大街的居民 给我们反映一些维修的情况 然后我这边出于工作的职责 想跟你了解一下 反应是吧 想确认一下 这个黄河南大街 确实它的产权单位 是房产局是吧 黄河南大街的产权单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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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号 你报修还能维修吧 报修就去维修 对 那这个周期是多长时间呢 就比如说我今天打完电话 多长时间之内会给我进行一个维修呢 确认了产权单位 大家遇到问题可以报修 让维修部门早点来维修了 现在呢只能产权单位 只能是就是居民报修 哪个哪地方出问题了 然后报修哪 产权单位修哪 不能不能进行大修 大修只能纳入到老旧小区改造以后 才能进行统一的大修 现在沈阳市的老旧小区很多 而且很多老旧小区 已经纳入了政府的 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之内 现在我们这个楼的 基本的情况 大家都看到了 也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居民 希望早日纳入老旧小区改造 早日解决问题 沈阳今年列入成建改造计划的 一共有68个小区 并且呢已经在施工中了 也希望相关部门呢 看到黄河南大街72号楼的情况 能够早日将这里 纳入老旧小区的改造范围里 相信很快呀 黄河南大街72号楼这一片呢 也会被列入改造范围中 像老楼墙体 防水 供水 供电 燃气 供热等管线等等 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改观 给大伙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那接下来啊 再来说一个好消息 爱肺行动健康中国 辽宁都市频道 携手中药补肺丸 锦州银盘医药 本系术域康元大药房 葫芦岛大药房 等全省19家主流连锁药房 共同发起爱肺行动第四季 中药补肺丸 爱肺公益接力活动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 正在被慢阻肺 肺气肿 肺心病 慢性支气管炎 过敏性哮喘 等各类肺部疾病困扰 那现在呢 拨打电话400-166-4699报名 凭借现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 和S光片 即可免费的获赠 价值139元的爱肺礼包一份 你知道自己的肺活量是多少吗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参加锻炼了 关注肺健康 从此刻做起 让爱肺养肺成为日常习惯 凉宁都市频道 携手中药补肺丸 国大药房 城大方圆 共同推出爱肺行动 第四季 快来加入我们 参与肺活量检测 肺部健康 早知道 一起相约 健步走 有氧运动 对肺好 现在请 全省肺部疾病人群 拨打电话 400-166-4699报名 领取健康加油卡 还有机会 免费获赠 价值139元 爱肺礼包 爱肺行动 健康中国 2022年1月24号的早上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 卯珠宝店店长 打开店门准备工作的时候 金店里的状况 让他大吃一惊 原本装珠宝的托牌 被扔得满地都是 店里也被翻的是乱七八糟 大量金器被盗 店长赶紧报了警 然后发现他们那个休息室 那个顶盆 顶盆被掀开了 我们绕到后面以后 发现它那个西北角 有个搭出来的检疫盆子 这个盆子呢 不是原有基础上就有的 珠宝店位于一栋名宅的一楼 西北角的这个检疫的盆子 是珠宝店店员们的休息区 顶部是由采钢板和护墙板构成的 民警在棚子顶上 发现了两处被破坏的痕迹 其中一处采钢顶 有一排被掀了起来 有一个洞直接通到室内休息区 我们外围看完之后 大概确定了进出口 闲人大概就是从这边上来之后 跑到那个角落 把梯子拿下来的 然后闲人就搬着梯子 从这边下来之后 翻过这个栅栏 然后走这个房顶 到经营店休息室上方的 木梯子不长 放下去正好搭在 洞口下方的休息室沙发上面 方便嫌疑人爬下和逃走 这个店大概有100个平方左右吧 中间有个回字型的玻璃柜 然后东西两侧 又有一排放手式的玻璃柜 回形那个玻璃柜 基本上都动过来 这个玻璃柜的锁呢 都是一些很容易被打开的 一个锁扣的 不仅用螺丝刀一撬 基本上就能撬开的那种锁 虽然店员将大件珠宝和金饰品 放在了保险箱里 可保险箱的钥匙 并没有专人保管拿走 而是就放在抽屉里 整个珠宝店的安全措施 极其不到位 这个店里边一共被切了 471件黄金这个首饰 其中绝大多数呢 都是属于叫精品工艺的这个黄金 按照他们金价来算的话是200多万 春节前后 正是金饰品销售旺季 这次失窃给珠宝店带来致命打击 为此办案民警马不停蹄展开调查工作 他们首先调取了金店内部的视频监控 1月24号凌晨3点03分 嫌疑人首先将梯子放置在休息室的沙发上 然后顺着梯子爬下来 休息室东侧有一个电源开关 嫌疑人脚还没落地 就直接踩到沙发上 伸手把电源关掉了 CK报警 还有室内监控 室内的电源 全部都采用那个一根电 所以说一段电闸 监控也没了 CK报警也没有了 监控的角度不是太好 对我们能看到的这个黑影呢 只能分析成是一个人 其余的一些益着特征 那些人员性别身高体重 都不好判断 而在珠宝店外面小巷的监控中 办案民警也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凌晨3点35分 嫌疑人从珠宝店里走出来 当他走到视频监控这里的时候 却拿出了一把雨伞 遮住了自己的上半身 办案民警由此推断 嫌疑人一定是事先踩过点 穿着绅色的衣裤和绅色的鞋子 肩上还夸着一个背包 走路的姿态呢 也跟其他人 常人呢有所不同 布幅比较小 走起路来 布置不是太大 之后 嫌疑人就消失在了公共视频 所拍摄不到的盲区之中 既然嫌疑人 对于京店的电闸位置十分清楚 并且对周边的监控摄像头的位置 也有所了解 那么会不会是京店内部的员工 坚守自盗呢 可在对京店的在职离职员工 电路维修工人 甚至装修工人 都进行摸牌调查之后 民警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此后不管是通过视频图真 还是外围走访调查 办案民警都没有发现 更有用的线索 于是呢 警方发布了内部协查信息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这则协查信息呢 很快就得到了兄弟现实的反馈 他们那些案件是在 2022年1月20号凌晨 就后来经过了解 他们被盗的 也是一家宁街的京店 品牌也跟我们是一样的 嫌疑人事先呢 是对他的卷帘门进行了破坏 可由于卷帘门内 还有钢化玻璃 嫌疑人用弹弓 对玻璃门进行弹射 试图打碎玻璃门 却没能成功 通过启动这起案件的监控视频 南通警方发现了线索 在我这边1月21号采定 他穿了一套衣服 1月23号采定 他又穿了另外一套衣服 然后晚上作案的时候 又穿了一套衣服 那么在启动同样也是这样 他也有两三套衣服 那么我们把我们案件的嫌疑人 跟他们那个案件的嫌疑人 举行那个比对 比对 从衣着 体态 还布态 那么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那么两个案件 我们可以串并一切 案件串并以后 南通警方也对自己的侦查方向 进行了重新的调整 特别是将珠宝店周边监控的 广度提升 将时间延长 可是始终困扰办案民警的 一个问题仍未解决 嫌疑人到底是不行 骑车还是开车离开现场的 办案民警决定 先从车辆着手调查 我们发现 有一辆 这个深色的一个 奥德赛的一个车子 进入了我们这个事情 这个 这个嫌疑车辆呢 案发前呢 提前了这个 八九个小时呢 就开车 到了我们这个 现场附近 然后一直到 案发之后呢 又过了四个小时 开车离开这个现场 办案民警 随后对该车辆 进行进一步侦查后发现 该车辆是从租车行 租用的 租车人为张某 张某1985年出生 分别在2008年和2010年 有过盗窃和抢劫前科 张某的照片和案发现场 嫌疑人相似度比较高 因此张某进入了警方视线 既然盗窃金饰品 就肯定要嚣张 于是办案民警 对南通市和启东市的 金银首饰店进行了排查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 发现启东市的多家 金银首饰回收店里面 均出现了张某的名字 同时办案民警发现 张某自己名下 有一辆白色的轿车 而张某在案发之后 也一直开着自己的 这辆车子进行活动 因此在明确张某身份之后 办案民警不间断地 对张某的车辆进行跟踪和观察 27号的早上呢 他们白色的车子一直在城区里面 万无目击地乱开 最后我们一路跟 跟到了他的老家 北新镇的时候 在靠边停车的一场呢 我们就把他给抓住 当时呢他也没有反抗 抓住的时候呢 我们进行 随即对他人身进行的检查 发现了身上有部分惊奇 在南通警方的强大攻势下 张某承认了全部的犯罪事实 并指认了他藏匿精气的地点 在启东市惠龙镇上 一个张某装修过的厨房里面 警方找到了张某 暂时还没有进行出售的精气 据张某交代 他本来是一名 做水电装修的工人 月收入也能达到一万多元 可自2021年12月份以来 他因为迷恋赌博 欠了许多的外债 由于催债人员的压力 张某萌生了通过盗窃黄金 来一夜暴富的想法 最初张某打算 他们在启东市伺机作案 失败之后就开车乱逛 来到南通 发现路边正好有一家 同样牌子的珠宝店 于是张某心里那个邪念 又冒了出来 他在采底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精电的后侧 它有一个采缸房 觉得可以从这里面下去 怎么想到关这个电箱呢 对吧 正好下去看到呢 因为我有做水件的嘛 肯定有电源嘛 手机之类的这些电源嘛 我从他一关肯定没有 至此张某倒走的大部分精气手势 被南通警方追回 2022年4月19日 该案移交至江苏省南通市 海门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本来是一个靠自己双手 能跃入过万的水电装修工 却因为沉迷赌博 而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当然了 道歉案发生之后 金电也进行了整改 避免类似失欠案再次发生 那今天的